朋友们好,今天我们介绍符字形书的几种写法 因为形书有一些笔画是可以相连 所以我们会对笔顺做一些调整 另外,写银春的符字跟平常我们写书法的作品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符字写得圆圆一些 我建议大家再写一口甜的甜字 最好里面就不要打岔写加号或者圆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